接下来这两个人打起来了 为的是他 男生的他 不是女字编的他 您看到台北这两名女问奖 主要是因为感情纠纷的关系 所以起了冲突 其中一方就觉得说 对方好像跟自己的另外一半的过重甚密 所以不开心 于是乎这两名女问奖 在新北市树林区是狭路相逢 其中这名女问奖是一路追车 追了14公里 追到台北火车站附近 两个人下车当场吵起来 最后直接大街上演 全无行 两个小黄前后围停在红线上 后方女驾驶率先下车 怒气冲冲朝前方小黄走去 一把拉开车门 探里面的女驾驶直接吵了起来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动口不够干脆动手 直接车内女驾驶拿出武器要反击 却惨遭对方夺走 双方谁也不让谁 从侧内打到车外 拳打脚踢激烈拉扯 两人就这样当街打了起来 旁边来往的行人也看傻眼 火爆冲突就发生在台北车站附近 一次因为感情纠纷 导致两名女驾驶大打出手 柯系女子怀疑老公和张姓女子 有婚外情 本来就怀恨在心 两人日前在新北树林狭路相逢 认出对方后 柯系女子就一路开车尾 随将近14公里追到台北车站 害对方下车理论 没想到越讲越细 也变成肢体冲突的火爆场面 柯女队张云口出会言 并朝其火巴掌 张云急持车内雨伞置位 双方护控伤害告诉 本所依规定受理 情敌当街上演全武行 怒骂叫嚣 两人双双挂彩 双方冷静下来之后都决定撤告 双方可以不起诉处分 让自己纠纷暂时顺利落幕 记者最后报道